而跟马总统在这个竞选啊 在这个他的对手 蔡英文的方面呢 第一本的自传正式上架开卖了 那么里面还爆料说 之前前总统陈水扁 还问过他运不愿意当国防部长 响应自传首刷五万本 早就已经被定光了 出版商赶快再加刷五千本 早上户后才刚到 店家赶紧把书摆上架 蔡英文首本自传正式开卖 用最喜欢吃的洋葱炒蛋 当书名形容他的人生滋味 因为他是那个总统候选人嘛 所以一定是需要去了解一下 有机会会想要买的 当然了 有机会的话就可能会尝试吧 王志佳书店一次就经过八百本 店家看准小英魅力 跟贾博斯有得拼 一向不爱谈家中事情的蔡英文 这些秀出来的成年照片不多 倒是亮出一张极少曝光的母亲照片 也谈到从小备受宠爱 大学之前书念不好的往事 父亲因为太担心他考不上大学 一度要他念五专 写到从政之后 蔡英文还自爆 前总统陈水扁曾问他 愿不愿意出任当国防部长 蔡英文认为不适合而婉拘 自传手刷五万本 通路早就订完 出版社加刷五千本 选举前蔡英文出书分享 人生酸甜苦辣 更为自己拉台绅士 专系统黄一曲 宁波瑜台北报道